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的奇聞怪事 首先說說這個觀塘順天村的巴士總站 竟然在昨天出現一位裸女 這個裸女在站頭舉牌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認真熱話 另外也說說有一個的士司機說車遊客 遊客給了錢過後竟然開車離開 但那些遊客還未拿回行李 事件熟真熟假的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時事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替你一則 隨身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有一個裸女 即是說什麼衣服 什麼褲都沒有穿 驚現這個順天巴士總站 舉牌站在車門 阻礙乘客 遭到車掌喝退 報導的流氓看到 網上在昨天流傳一條短片 收莫平順天村巴士總站 竟然有一個裸女 無視眾人的目光 在站頭舉牌 更加一度阻止巴士開車 被車掌喝退 片段所見 有一個全裸的女子 站在巴士門前 一言不發舉牌 街坊上車刀售了 她的古怪行為惹來乘客的側目 紛紛向她表示下車 亦有乘客向身邊的人笑言 嘩 叔叔 什麼你這麼開心呢 惹來一陣的攝笑 繞弱一輪過後 車掌起身大學 指令這個裸女下去 但那位裸女下車過後 是繼續站在巴士站的車頭位置 若無歧視地舉牌 等車的乘客唯有把臉 別向另一邊 不望她 避免尷尬 相關片段 事發的時間未明 警方說 過去一星期未有相關的報案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拍攝短片的時間 裸女的身份都是未明 突然之間 不穿衣服 舉著牌 就在順天巴士總站 暫時未知她的動機 事件成為了網上熱話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條頸嶺公共圖書館 六雅三順的男子 涉嫌這個 梅蝕不雅行為被捕 報導的內容提到 警方在9月22日 接獲報警 指有人在條頸嶺公共圖書館 裏面作出梅蝕和不雅行為 警方經分析和調查過後 在昨天早上在彩明院裏 捕捉了一個63歲 姓陳的本地男子 涉嫌破壞公眾體統 他現在正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不知道這個男人在圖書館裏 不過涉嫌破壞公眾體統 簡單來說 以往的經驗就是 梅蝕暴露身體等等 暫時未有詳情 事件有待調查 另外也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愛民村有個17歲的少年 很年輕 涉及在商場梯間 偷影裙底被捕 報導幾久的問題 昨天是10月13日 下午6時多 警方接報 只有一個17歲的少年 懷疑在近愛民村 禮文樓一個商場梯間 用手提電話 偷影一個26歲的女子的裙底 警方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 少年涉嫌非法拍攝 以及觀察私密部位 被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個男子年紀這麼輕 已經偷影別人的裙底 認真奇怪 事件有待調查 據報這個男子 當時在梯街 用手提電話 偷影人 未知有沒有前方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三位旅遊客 說乘搭的士 給錢下車過後 司機連行帶車洗走 警方查閉路電視 結果如何 報道的內容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的士乘客及司機行為分享區裡表示 日前阿姨、表妹和她的女兒 一行三人 乘搭郵輪來到香港旅遊 抵達啟德郵輪碼頭過後 三人帶齊行李行李行 乘搭的士 尋找事主相聚 到達目的地過後 三人就給錢下車 當中表妹 叫司機打開車尾箱 以便拿回行李 但司機關上車門過後 就立即開車離開 表妹追車不成功 但及時記下了的士的車牌 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調查 事後找到涉事的的士 但車內沒有相關的行李行李行 司機聲稱他們已經拿回行李行李行 警員翻查現場一帶閉路電視的記錄 但鏡頭沒有拍下下車那一刻的畫面 暫時都沒有證據顯示司機搶走行李 事主提醒 所有來香港的遊客都要注意 如果在車尾箱擺行李 就說可以先取回行李 之後再付錢 這樣就可以避免損失 不過鐵文引來不少網民質疑 就說偷行李? 這是不是笑話 也有人說要你的行李托什麼 也有人說你說什麼都可以 死無對證 也有人要求事主展示報案的號碼卡 事主其後上載報案編號已作證明 其他網民就說 案都報了 說人屈的士司機的 麻煩收回你們的言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事件認真怪聞 話說是搭的士 去到目的地下車給錢 結果車連行李行李行李 車走 事後找回這輛的士 不過那些行李已經神秘失蹤 司機就說沒有拿過你的行李 也有說不少網民說 為什麼要偷你的行李 但是這個士主真的報了警 看來是各執一詞 究竟哪個版本才對的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話說當期是否不支持夜經濟 據報有一間分店提早關門 居民認為這個是倒閉前的先兆 報導幾個難民看到 當期短眼之間 在香港已經開設了九間分店 當中有兩間分店是24小時營業 而其他分店大部分營業到凌晨1時 和早前政府推廣的夜間經濟 都可以說是完美的配合 不過一直以來未有特別更改營業時間的Donkey 近日宣布其中一間分店決定不再捱通宵 有街坊帶探可惜 但也有人在指倒閉的傳聞看來是有可能發生 Donkey一直都深受香港人歡迎 不過自從開關過後 有不少人都表示要買都去日本買 匯率又低香港完全沒有減價 更加不斷傳出這個Donkey要縮小規模的傳聞 而近日在香港政府大推夜間經濟的同時 Donkey突然反其道而行 將位於小西灣、南灣廣場的分店營業時間 由上午9點到凌晨1點 改為上午9點到晚上11點 足足提前了兩個小時就關門 而官方在網上解釋這個舉動是為了提供更佳的購物體驗 並在10月9日開始實施 Donkey提早關門坊間正負評下參半 有人留言說很多人好東西先下班 原本可以買到東西回去吃一下 現在沒得買 怎樣的購物體驗 也有人說不夠人客的話就要面對現實 不過也有人懷疑 縮短營業時間根本就是倒閉的先兆 也有人說應該快要倒閉的先兆 也有網友留言說晚上去的時候 只有小貓三四隻 這麼大間店真的開來都沒用 不過也有網友反指如果縮短營業時間 是可以減低成本的 不會導致倒閉 好是好事來的 倒閉了一對居民沒好處 反而少了選擇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話說Donkey有一間分店 近日反其道而行 即是當才爺說夜奔分的時間 他提早帶頭關門 結果有網友開始猜測 是否一些倒閉前的先兆呢 以往Donkey一開張就排滿隊 但近年開關過後要買東西 不如直接飛去日本 結果導致不斷有一些Donkey 會縮小規模的傳聞 礦仔自己都很喜歡走Donkey 不過若然有些店鋪 其實縮短了營業時間 說不定是節省了一些成本的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